然後可是如果濕度夠的話 它就不會澆水 就是如果忘記澆水的話 那個植物也不會苦掉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氣象站 氣象站裡面 欸有插電嗎 可以把它接上去 我們接一下電 那下面這邊就有 等一下喔它還在跑 它剛剛才會讀出來 它需要跑一下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PA2.5的 然後只要有空氣通過的時候 它就可以增設到璇無粒子 然後它就會跑出 它的PA2.5指標是多少 然後這是我們的紫外線的 天空照下來 它這邊也會顯示紫外線的那個 現在紫外線多少 現在這邊 這邊就是攝氏溫度 然後這邊有濕度 還有PM2.5的值 還有大氣壓力 然後我們這邊的氣象站 就是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連接到這個網站 雲端網站 那就可以知道現在氣象站 有什麼資料這樣子 然後很方便 就是從手機就可以看到自己家裡 現在是什麼情況 好 可以問一下那個跳房子是 跳房子 跳房子 它這個 它跟普通的不太一樣 它普通的就是用粉筆畫 這個我們是用一些特殊的金屬筆 就是畫上去它會通電 這是導電的 然後所以只要這個點上去 就可以跳 然後它會有聲音跟 就音階跟那個AED 就是一個小遊戲 對 對 就是以後的房子可以放大 然後就是小孩子可以在上面玩 然後還會有亮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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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跟普通的比起來比較好玩一點 就是有聲音跟色彩 然後做這些東西會不會很耗實 會啊 會 因為程式設計就要寫很久 程式就要寫很久 你們三個畫了多久 還滿久的 好幾個月吧 好幾個禮拜 那這是你們自己一起想出來的 我們跟卓卓 跟老師一起想 喔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介紹 我們是大會的採訪組 那可以請你們介紹一下你們的攤位 請到我們 好的 我們這個攤位呢 是一個智慧的輪椅 它這個輪椅呢 你看喔 只要一開關 開關一開 它就會有字樣出現 然後呢 按裡面上面有上下左右 只要按得上 它就會前進 然後呢 按這個就會停止 因為那邊有東西 因為這邊有一個超音波感應器 所以它只要有東西在前面 它就會中後退 然後後退也是一樣 然後這邊有左右 向左轉的話呢 它會轉過來之後 先會後退一下 以免去撞到東西 向右轉也是如此 所以這個作品的發想 是希望能夠給老人使用 還有一些 對 給老人使用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有半生癱瘓之類的 讓他們可以比較輕鬆的使用 不會說後面還要有人 去幫他們推 或者是怎樣 讓他們可以自己的那個 所以這些木工 可以是自己 自己弄的 這是雷射結殼用出來的 我們的作品是 我們的作品是 聲控互動 你可以用這個 用打的 然後還可以用拍手 也可以用說話的方式 或唱歌的方式 也可以用我們的藍牙 藍牙耳機 可以用這個 來放音樂 藍牙喇叭 藍牙喇叭 就節奏感 就節奏感比較好 然後如果你用比較輕的那種節奏 會比較不明顯 然後會比較沒有那麼亮 好 謝謝你們介紹 我們系統叫做 我們系統名稱叫做 i棒智慧魚菜工生 那 i的話顧名思義 就是我們智慧的那個i 棒就是我們的農場 那我先介紹我們的農場部分 我們農場是採用 魚菜工生當中基底 那魚菜工生 我們整套系統動力來源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 這顆沈水馬達 它負責將 魚所排放出來的鞍水 還有一些廢料 抽上來給過濾池 那過濾池幫我們濾掉 出顆粒的部分 那出來的水 我們透過消化系統 將寒淡廢物轉換成 硝酸鹽和亞硝酸鹽 那這兩個是植物生長 不可獲取的成分 那植物將這些水 過濾乾淨之後 下來給魚 那這樣就產生一個 生生不息的循環系統 對 那我們這套系統 第二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紅漆的部分 那個紅漆的部分就是 讓它水位上升 到最高點的時候 開始往下排水 到最低點的時候 要停止再繼續往上 讓它產生一個潮叉 就能讓植物有呼吸的空間 植物就不至於會爛根 讓它可以更好地成長 那我們 AE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的 Arduino控制板部分 我們蒐集了水中的溫度 還有空氣的溫濕度 和水位的部分 那我們這個 收集起來的資訊 我們可以配對電腦 配對手機 平衡裝置 達到物聯網的部分 進行遠端監控和控制 那就是我們資訊 成立在這邊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主要的資訊部分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面板 來控制 比如說 我們要開燈或是衛魚 所以我們可以在定時時間衛魚 就變成 我們可以在 東西放在這邊 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可以原裝控制它 那我們示範一下衛魚 要看這邊 我們在學校利用3D電印自己製作的 加上馬達 那它擺動的時候 它是這樣子擺動 來 達到那個 放飼料的部分 看啊 看了嗎 看了嗎 喔 就是它擺動 它就是這樣子擺動 讓飼料掉出來 喔 對 那我們介紹就到這邊 好 謝謝 謝謝你們介紹 今天 我們做的是 我們這些都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木模 然後這是琉璃做的台灣 為什麼會想做這些東西 為什麼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塑造科 很多東西都有 想說就拿出來展示一下 我們做的成果下來 那裡面是 裡面是琉璃 可是它的地圖是 地圖是台灣的 它是立體的吧 裡面 對 裡面是立體的 就是一個模型 我們一個台灣的模型 你們去做那個模型 對 然後我們把那個琉璃灌進去 然後出現一個台灣這樣 那做這些東西是要做什麼用的 這些 這是蠟燭台 就是上面可以放蠟燭那個 嗯 好 那這些是用怎麼做的 這個是我們車船射出來的 嗯 車船射出來的 就是用車的這樣 然後之後再用沙子模 嗯 然後噴沙 讓它變得光滑 然後塗木蠟油 嗯 那請問那個是什麼 這個 這是做筆用的 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就筆 然後 我們原本是這樣 現做給別人 你想 嗯 就是做那個筆 對 做筆給別人 好 謝謝 謝謝你們介紹 謝謝 好 我們會想要做出這樣子的產品 其實是因為 我們學校在雨天的時候 雨傘是很凌亂的 因為學校並沒有設計一個 閃架的功能性的東西在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要用閃架當作主題 然後用學校的廢棄 客桌椅 來當作材料 做出這個閃架 然後 我們一開始先把所有人的想法 都先列出來 然後選擇最好的 然後投票選擇最好的 然後我們後來選擇一個 有像大樹形狀的閃架 還有彎進來的閃架 然後我們有了想法 我們就開始進行我們的試做 我們試做 在試做的時候發現 其實手臂是我們這項 東西最困難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先進行 手臂的研發 手臂其實 這是我們第一代的手臂 它有像我們一開始的想法一樣 像樹枝一樣向外延伸 不過呢 它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掛雨傘的功能性在的 它其實這樣子是不能掛雨傘 你這邊就算用羊釘的話 它也很容易裂掉 所以我們 開始進行我們的改良 這是我們第二代的那個手臂 我們就由水平改成垂直 讓它能夠更好的掛雨傘 只是這邊它的長度有限 就沒有辦法做得太長 所以我們又進行改良 這就是我們的第三代手臂了 我們的第三代手臂就是第一代手臂的改法 只是兩邊變成垂直的 然後中間的工法也改變了 變成了不會穩 不會脫落的情形 好 然後我們先去看我們的第四代手臂 那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第一代收納架 不過這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東西主幹是在中間的 中間的話我們的那個散架 它沒有辦法正確的延伸出去 它沒有辦法將水滴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的第二代等一下去看到的第二代 我們就會看到它其實是把利用現有的環境 然後讓它可以很正確的滴落在這裡 我們使用的是植栽的方式 植栽就可以濾化然後可以清淨空氣 好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第四代手臂 我們第四代手臂它其實就是三邊都是垂直的 就像第三代手臂一樣 不過三邊都是垂直 所以掛閃量變成很大 然後在有一次實驗中 我們發現關節的部分是最精華的 我們關節如果沒有做好它就會整個往下垂直 所以我們就做了一個支撐的地方來讓它加強 然後底下我們使用的是山酥還有玉草 玉草可以進化空氣中的夾腕 然後山酥則是台灣的原生種 都有濾化的功能 然後你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其實就是用現有的環境 剛剛的支架原本是在中間吧 然後我們就直接利用這邊就有一根的支架 然後把另一邊的原本的腳延伸在上面 所以就變成我們整一個底座 都只用了一張桌子就完成了 然後剛好把手的部分又有現成的 然後在這邊加幾根揚釘就可以掛抹布 對 好 就這樣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謝謝 這邊有做一個就是機械手臂 然後我們是利用水壓做 所以它不需要用電池什麼都不用 然後呢就是用這個控制 那這就是一般都很常見的那種針紅 然後就可以做左右或者是上下加起來的動作 對 然後大家都可以體驗 然後旁邊這邊還有一些這個就是 一個小玩具 就是 就是它會 就是它會 就是你打開它就會把你關起來的那種 對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是手臟的玩具 就是 這個 對 都是 都不用點 都是直接手臟 就是你們做 就是老師帶著我們一起做的 喔 那那個是 綁身手臟 那就是綁身手臟 那是老師的做 喔 然後像這個就是 紙飛機發射器 就是它可以這樣 喔 不好意思 好我懂 這那個呢小熊是什麼 這個就是 因為現在學生很多都很喜歡打吊牌 上面吊牌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設立這個就是 打它就會亮 就讓他們打 亮燈要為了 就是讓他們爽一點 好 好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我們瑞芳國中 然後就是 我們的學校是用那種 梯形 就是 梯形這樣子 建過去的 然後原本這一塊全部都是梯形 然後因為 那個有一個人 就捐助我們學校校舍 所以呢 就這樣自己 鋪平 鋪平之後呢 因為 一樣還是有山嘛 所以呢我們就照著山的走向 所以就變成這樣子 一個弧形 然後呢 自己有五十七年的照片 這個是五十七年的時候 建築的照片 就是一樣弧形 然後呢 到現在就是用彩虹跑道 因為弧形很像彩虹嘛 所以我們就是用彩虹跑道的樣子 做出來 然後我們 這些都是用那個 3D列印 就是列印那個教室 跟禮堂 然後一些東西 然後 就是用軟體化 然後 對對 然後用那個3D列印 把它列印出來 然後我們的肥皂 就是這個是用自己做 用那個皂化反應 然後用做出來的肥皂 你說哪個是肥皂 這個 這個是刻出來的 這是肥皂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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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校舍是這樣子 然後 因為我們 我們學校就是 在去九份 路上的 隔一條河就可以看到我們了 可是很多人就是 看 就是去的時候 就是沒有注意到說 自己有一個這樣的校園 所以我們今天展出就是 展示出我們的校園 然後就是讓一些人就是多 到九份能注意到我們學校 然後 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聲音的三要素 就是利用頻率 然後還有Arduino 的程式去設計出來 就是 就是 有不同的那個 音量 就是 裡面有聲音 沒有 就是它就會發出頻率 哪裡啊 這裡 這裡 有有 對不對 然後還有 黑鋼琴 另外一個壞掉了 所以 就是 結合Arduino 然後製造出這一個 然後我們也有利用 這一個螢幕 來做那個 跑馬德 我們學校的跑馬德 在那裡 就是 有我們學校 就是 然後呢 它會 都是這樣 就是閃 就很像那種 就是一些大標品 然後就會這樣 跑過去的那種 然後大概就是 這樣 那個就是因為 我覺得 我們覺得 設計出這個遊戲 太 就是設計出這個 太無聊了 然後想要我們 關主跟一些人 互動 然後就設計出那個遊戲 就是 國中 因為我們也快畢業了 所以我們就設計出七大領域 有四大領域 如果幾個 的話 我們就會送那種 小公仔 就是那種 我們學校的那個 小公仔 但是呢 然後就一樣 就是結合我們 弧行校舍 然後就這樣子 這樣子的 剛才 然後設計出那個圖案 好 好 好 有點緊張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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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作品其實主要分兩大類 一類就是 有另外雲莉老師 他設計跟電子零件相關 用來教學用 所以像那些小人的部分 用每一個小人做成有趣的教具 來教學電子零件的原理 像有些是跟聲控有關 跟傾斜開關有關 這些東西 另外一個部分 比較偏木工種類的 木工種類的部分 其實就是比較 做成比較有趣的東西 那這部分是讓學生去抹煉技術 那之後他可以創作 屬於更多自己的作品 那比較有特色應該是那一個 那個其實是用來尋找方向 就是你戴在頭上 你轉到正北方的時候 他其實就會發出指示燈 他很像指南針的改良板 而且是戴在頭上 比較有趣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對 那還有一些是3D印表機列印出來一些 讓學生學3D繪圖 然後再去印出來 讓他做出他想要做的東西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把是用雷射切割機切出零件 然後我們再組裝起來 發射橡皮筋的 他是可以發射橡皮筋的槍 然後就是這邊是上膛 儲存能量 然後拉橡皮筋 那男是男在裡面那些極輪零件 他是學生 這是老師的作品 對這個是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作品 這樣子 雷射所有的槌子 英雄聯盟系列 就是浩克的拳頭 美國隊長盾牌 槌子這樣子 有趣啦 武功怒能甲可以的 讓學生覺得木工沒有那麼的無趣 因為有些木工其實磨要花很久的時間 會比較費耐心一點練啦 對 好 謝謝 謝謝你的介紹 謝謝